游历会公司所属的明歌燕林基隆团队 特别包称来到了花莲的秀林部落 捐赠森巴谷给秀林乡 小太阳关怀协会的客服班孩童们 并且在现场聆听了近百位孩童的音乐表演 希望和部落三十位志工妈妈们 一同歌舞同欢 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也协助天乡的孩童 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游历会公司所属明歌燕林基隆团队 包车南下眷政秀林部落 花莲县秀林乡小太阳关怀协会 客服班孩童五十个森巴谷 支持音乐艺术的推广活动 对原乡孩童音乐教育的启发 与贡献相当的大 现场嘉宾蒂领共同来欣赏 百位孩童们音乐表演 以部落三十位志工妈妈们同欢歌舞 请您回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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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M Я 打赏 N realizar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团队 乡部落小太阳学堂多年服务乡里学子肯定 并且以秀卫乡的黄玫瑰 自此表达感谢社会善心 共同来关怀海童部落 一个上午幼幼半的二十几名的幼儿半的小朋友们 蹦蹦跳跳舞蹈做开场 这些公园们诗歌临唱无限的感恩以及祝福 宣宣的徐鸿鹤女士表示 她是华林人 这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尝试极致公益 她看到孩子们无限的未来的可能性 也希望有更多的爱一起来加入公益活动 修林部落小太阳学堂 有残疾人是总干事学员所创立的 从两张座纸一张陪板 在自家铁皮屋檐下拼凑的读书空间 到现在一百多个小朋友们 已经是十位志工妈妈们加入了志工小太阳的大家庭之中 或许她不完美 但是她也尝试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长大 记得喜欢我们就要老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